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妇幼保健院是南京最大的爱英医院 前2012年在这里出生的婴儿就有19000多名 27岁的产妇张一梅在5天前刚产下一名男婴儿 由于是剖腹产 在生产完第一二天一直都没有奶水 医院又是做何种处理的呢 前两天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奶水 小孩子又饿得经常哭 所以我就自己配了一些奶粉给的小孩 两天后母乳跟上来了 宝宝也喝起了母乳 医生介绍 作为剖腹产的产妇 有部分人在前几天会出现没有奶的状况 这期间婴儿配方奶粉肯定是需要的 不过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从健康出发 新生儿原则上都必须母乳喂养 如果需要冲调配方奶粉 必须由儿科医生对产妇检查后开医主单 而护士医生都严禁推荐奶粉 这个就是我们员一个病人 他医生查起以后觉得 儿科医生觉得他需要喂养 他开了一个是混合喂养 还不是叫做纯的人工喂养 就是如果发宣传单或者卡片 退销是绝对不允许的 如果被发现违规行为 那我们是邀请护士 离开他的岗位的 院方表示确实有奶粉厂家挤破了头 想方设法和医院厂科搞好关系 让奶粉打入病房 但医院有严格规定 没有人敢触碰这条高压线 据了解2011年我国就已经出台了 奶粉的代替品销售的管理办法 其中就明确规定了 任何医院的医生或者是护士 都不允许向产妇推销 或者是宣传奶粉产品 而我们也是从南京市卫生局了解到 目前南京的各大医院 也是明令禁止推销宣传奶粉 一旦发现一斤茶时将被革职 卫生部门同时表示 如果有产妇发现有医院医生 或者护士推销奶粉 并收受回扣 可直接向卫生部门或零距离热线反应 一经茶食 从严从重处理 江苏城市频道 一经范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